这个 这么多东西 好 我到了 好 行 那我等楼下等你 好的好的 拜拜 你干什么你 我说了我还以为我自己放着报仇 你这是做什么仇 你傻子 你不是男朋友吗 你说我是他男朋友 他是我男朋友 老 腰上这一刀 你忘了 腰上这一刀 什么意思 你出轻了 你想干吗 这天啊 你都像你 什么像不像呢 不是 沈大量 你到底有几个男朋友 你说什么呢 别看了 那边说去 那天我分手以后 我就走着回家路上 突然有一个人 哪里尖到我 这么长的 尖到我 你知道吗 尖到我 你知道吗 你出重点 就 就比我要了 我告诉你 撒谎我 知道 我告诉你 撒谎我 不是人 你干吗不扫车呢 我还以为你们是一伙 你干吗不扫车呢 咱呢 我们看着像个坏人吗 像吗 我问你 你后来有没有再见过那个人 得了吧 你就别揍我了 这辈子我也不想再碰他了 行了 回去吧 咱俩说的没事 等我电话 行 我暂停 行 一会儿啊 就 就一会儿啊 还可以挂起来 你说这人到底会是谁啊 这你问我哪知道呀 现在老大人在的话 他肯定会知道 你说你是不是成心啊 你别跟我提他 安姐 你 我今天来就是特地为了 你哪个事来的 这样咱们要不找个地方 好好聊一聊 给你个面子 走吧 过底 自己看吧 这东西都谁弄呢 太高看我了吧 这是我在跟踪苏珊的助理 那个李晓妇的时候发现的 你说她有多坏吧 她还给老大寄过去一份 还好 被我给拦下来了 可老大最初还是发现了 又是李晓妇 她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你该不知道 可是现在造成的 是你跟老大之间的误会 这彩排马上就要开始 比赛也迫散为节 我敢断定她们最终的目的 是让你跟老大之间产生误会 从而让你参加不了比赛 为了让我不参加比赛 她们也会上费补薪的 都想听这么绝的招吧 你都到什么时候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得赶紧解开 你跟老大之间的误会 难怪那天乔天宇 跑过来问我 什么卧底 什么小白脸 原来是这个 我觉得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让你参加不了比赛 是件小事 但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让你失去一个好朋友 一个好搭档 你不觉得可惜吗 安洁 那天她喝多了 我去接着她 她坐在我的后座 一直在说句话 我就听清楚一句 她就说 你为什么不要我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你为什么不要我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安洁 老大真的 真的很难用 那她现在人怎么样 我知道了 那因为你扩大快递的时候 还跟我上这期吗 你还能在家给你 你不能再去 我最终 Especially 我都要离开你 我一下子 在我身边 清理 他担心 你已经很轻的 你现在看见 我 我来 这个 我一下子 我会 喂 你听好了啊 我可不是离不开你 就是因为你借我那两千块钱 我必须要还给你 懂吗 我不欠任何人 不用还给我了 我不是扣你快递了吗 那钱这当时省了我吧 你再跟我提快递我真翻脸啊 老大 余哥 到底要叫我什么 给我发工资的就是我的老板 是我老板就是我老大 那可是现在你也不是我老大了 那你确实又给我稍微大那么一点 行 你愿叫什么叫什么吧 警长 咱们两个人那份劳资合同 暂时还不能解除 这个 我这驾照本给扣了嘛 下午要出去 在我找着合适人选之前 你 你还是过来 我姑且忍着你 真的 不开除我了吗 行了 别废话了 我这下午要出去 你赶紧回来 好 老大 对了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跟你说 你怎么现在婆婆妈妈的 什么事你说 是关于那份快递的 你再提快递我真翻脸啊 怎么还提没完没了呢 老大 你听我说清楚好吧 我已经查清楚了 那份快递是回到的 安姐根本就不是什么过的 什么 再说一遍 那份快递真的是 他自己伪造的安姐不是过的 你听着啊 这资料 你拿到它之前 它在谁手里 你知道吗 别人有没有创改过你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这资料 它是真的是假的 怎么不会啊 怎么不会啊老大 我现在跟安姐在一块呢 你看她亲口告诉我的 真的不会骗你的 有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吗 有沈云冰说自己是沈云冰吗 老大 这两件事能在一块相比吗 我不想跟你说了 她已经五星别脸了 我也另有新欢了 特别简单 我也不需要这个潘那儿了 懂吗 告诉她我不需要了 小姐有告诉你 这个是我沈云不需要你 你在 安姐 我老大他这人后面呢 他没个台阶下 所以 没了什么信 你回去跟她讲 本大小姐不自豪 什么搭档什么比赛 以后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安姐 安 好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我带你来看看海 不看海 回家 小冰 我对你的忍难是有限度的好吗 你别冲破我的底线 你看看这张纸上面 这两句话是写 安姐是握手 这本来就是李小复凭公爹造的 就因为你的不信任 就让一句毫无科技涵润的谣言 破坏了你跟安姐之间的关系 你为什么估计吹究 那个造谣者的责任呢 你为什么来怪我呢 来 给我 都可以 你忍不来 我当时 我知道 你看我因为这么一样 只相当受骗了对不对 但我是傻子 但我是弱智 在恋爱中的人 本来就是弱智啊 什么 我 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不想把这件事查清楚 我再告诉你这件事 你不要把我当成一般的人 行不行啊 我最是我的认知 别说比你强了三五倍了 强了七八倍也有可能啊 不是吗 难道 我有思考 我有判断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她是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 怎么从一开始 我们两个的感情当中 她就能开始主动的 可她不是 我穷追不舍的 对不对 我见不信息的 她想查什么查呀 透明的世界呀 没做什么错事 她要什么别人来查 我 我在意她是不是我的 无所谓 我很相信她 什么我在恋爱 当时我能不能跟她 这点小气啊 我能不能 是个小座啊 我能不能任性啊 我能 能不能 有点自己的个性啊 持续她啥提心啊 就不能我 我有点原则吗 是错了吗 我说病了 那 我就完了吧 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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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关系啊 小驰啊 我能不能任性啊 你心里一片海 人们好啊 我要打电话号你干嘛啊 我给你五点爱 从昨天到未来 我们永远不分开 爱 阿俞啊 你那个选秀我现在弄得怎么样了 后天就比赛了 恭候您的检阅呗 我儿子办事我放心 对了 我听说 苏珊现在是网上投票第一名了 看来这个冠军她是志在必得 买假票 上新闻做专组 转足人家眼球 该做她都做 不该做她也都做 您可不知道 现在我一去公司 每一个角落全是她的海报 我还以为去了他们家了 这个素珊姑娘 也够用心的 对了 那个沈安怎么样 不是她也参加比赛了吗 她可是你的重点推荐啊 爸 您这是特工啊 什么都瞒不住您 我也没想瞒您 她参不参加这个比赛 先另说吧 首先我是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有特殊话 任何一个选手在我这儿都是公平公正的 这是我的原则 爸 那这么说 这个素珊姑娘 现在已经不是你的重点保护对象了 咱不聊她 说说刘院长 刘裕 刘院长 刘裕 他已经在了 你这么说 你怎么说 他已经不够了 我们的男人 坐好 我老婆 先坐好 我又想到你 我找你 所以我老婆 但你想过没有 我为什么把这个项目交给他 一定要说 行 那我就说说我的看法 没错 从表面上看 对于他来讲 借了这个项目 可能会有很大的利益 但实际上 并非他所看到的人 他的资金一向有问题 不管他的钱是从哪儿借的 从哪儿筹来的 谁给的 他先放在一边 一旦股市上出现了波动 别人让他还钱 到那个时候他就很被动 他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他所有的股票 低价甩卖 然后到那个时候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谁接了 这全部的股票 谁就是赢家 谁就可以左右红州的董事会 谁 小方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特别的东西 就是比较值钱的 像古丸 字画之类的 那些看起来不太齐眼 但又挺值钱的东西 没有 这就奇怪了 怎么奇怪了 脚印对比的结果出来了 这个人没有前科 你是说踩在椅子上的哪个吧 那一看就不是个官方 这么顿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另外一个 那个就更奇怪了 前几天我们在一个家里 发现了半个脚印 经过我们对比 两个脚印文科 哪一家 就是特别有钱的那种家庭 可是小方家有什么东西 不不不 姐帮你等会儿 我们先把这件事给了解 您刚才说的另外一家 到底是哪一家 我们有纪录 这事跟你没关系 所以我就不能告诉你 那要是和我有关系呢 那我也得查识了以后啊 姐哥你怎么总是这样啊 说话等于白说一样 我可能知道您最终 想要的那个结果 但这个风险很大 风险和利益是并存的 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必须担任风险 这是每个经营者 都有懂他的道理 洪州集团 是咱们乔家创立的 谁想改变他的性 我绝不答应 我进洪州原来八 从来没有发现过 周一想把洪州卖掉的嫌疑 从来没有 沙姐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都让我很佩服 你懂什么 那个乔丽莎 受周远丽的影响这么多年 她想做什么能让你知道吗 你就说那个史蒂们吧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她的底细 不管怎么说 洪州的股份落到别人手里 倒不如赚在自己手里放心 我只不过是用了一段手段而已 山哥 刘豫来了 乔董 来 天宇 你跟我一块儿 乔董 关于找抵押公司的事 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个我也不太懂 这不我把天宇叫来了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跟她交流交流 她比我精通了 那是 天宇是经济学博士嘛 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 就全靠你了 刘院长 真不敢当 乔董 既然这里没有外人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那天在会上 天宇问我资金的来源 其实啊 我的钱 是挪用了明文医院的基金 当然 还有几个政府官员的个人资产 等会儿 刘院长 基金 对 政府官员 是的 刘院长 我是越来越佩服你的胆 没有 你想一想 如果你这些资金没有归还的话 你会怎么办 想过吗 这个 这个 当然 既然要投资 一定要承拌风险 不必多虑 阿姨啊 别看刘院长是学医的 他可是很有魄力的一个商人 以后 跟刘院长多学一学 一定的 刘院长 多多持久 哪里哪里 我该向你多多学习才是啊 对 我应该想找到 你不想找到 你不想找到 我对 你不想找到 你不想找到 我 我 但真的 你去哪儿啊 什么都被卡通了 他锁了呢 一顿 来我 你不告诉我 里面东西太重要了 所以我就直接给带上来 锁了 一些事情 我看一遍 苏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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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帽叨叨叨的 你在找什么呢你刚才 我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找 我都帮你看着外面 来 喂 好 好 我马上到 来 你母亲的情况怎么样了 大夫说这次很危险 通知我做好准备 如果抢救不过来 可能救 我觉得 没那么严重吧 你不用担心 可是确实也挺奇怪的 其实日子 还可以啊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主要还是因为药 原来都是沉静配置 可是他出事了 药就断了 心上的药 毫不及之不是很适应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是这样啊 我山哥跟刘宇打过招呼呢 将他全力抢救 废物 你不用担心 这一药 我还想办法解决 您说 谢谢您 我跟刘宇还客气什么呀 医生 我妈妈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暂时先稳住了 但是还需要静以后的观察 您先跟我来一趟吧 你去吧 好 你去吧 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下课 加油 安姐 你怎么来了 你下午不是彩排吗 我给你带东西来啊 我不去了 为什么 我都准备好了 小方 别哭了 她退散了就退散了 没关系我们再找别人 要 要是能找早就找了 安姐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模特 谁穿我的衣服 都穿不出她那种笑过来 我也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说退散就退散 太不负责扰了 枉费我们为她做了这么多 还给她弄衣服 早知道这样 就不会她这么做了 不值得 还不是因为你 你能说几句说话 就过得去的 你非不依不饶的 你现在肯定还在生着气的 不然这模特 不就找到了吗 再对谁说 谁是你老大 天宇哥哥 别说了 要不你就跟安姐说句软话吧 安姐 真不去比赛啊 不再考虑考虑吧 反正你想好了就行 我随时都为你安姐把候 好 小剑 小剑 怎么碰巧来了 我 我来早了 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没事 这是我原来的同事 孙涛 你好 那你姐我先走了 后悔随时打给我 来吧 咱们先做准备活动 好 不是我不帮助 是我真的 也有我自己的原则和控制 那你就眼睁睁着 看着小芳参赛的梦 因为你 老大因为你而夭折 你有完没完 你怎么回事今天 你有完没完 我怎么能让小芳这个事情夭折呢 我一定 会把这个事情帮你完成好 咱们不退下 好吗 但是 可能我们要换一个妈头 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我怎么行 行吗安静 我谁都不要 我们可以找一个笔 安静 更适合的 更好的 行吗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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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时了 我们再不走可真来不及了 这我怎么急啊 我今天可是要走秀的 哪儿能重一点呢 再说了 现在哪个女孩出门 不先大饭四五个钟头啊 你还真大饭四五个小 真有人群 真有人群啊 老大可能就有办法 你快说呀 宇哥 你快说呀 宇哥 你来你 就你了 我 转转转 转转 差点怎么了 转转转 完全不是 我转转 无论是从身材 还是从阳光 各方各面 都跟上海分场地接近 就好了 那怎么行 马勇哥可是不是男的 可以 我们一点吧 不是 不是 打扰打扰 打扰老大 我听明白你们的意思 你们想让我去 当小黄的模特对吧 不可能 爱谁谁去 我坚决不可能 我坚决不去 回到 我刚刚 知道的那只身 一 二 我回去 我回来了 又等怎么样 帮你一下 好吗 我不是不帮她 不是忙不是这么帮她 那应该怎么办 我去当她的模特 会毁了她的设计的 怎么会 怎么不会呢 你怎么不听见我 我怎么 他还都是女 我 男的我 你不能抹 我咱们 咱 咱们能 天忆哥 谢谢你 喝酒了 干吗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 对我的帮助了 其实最开始我就知道 以我的条件 根本参加不了这种 大股膜的比赛 是你们让我有了一个天使的梦 现在梦醒过了 我还该回到现实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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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我们就自己坐 哎呦 世间竟有如此出尘绝艳之女子 不 我真不跟你开玩笑啊 你说我见到过 和梦里梦到最美的 不 我梦里都没梦到过这么漂亮呢 你 不 白你现在越来越拼了 不是拼 真心话呀 哎 你 你去哪 这个 那个啊 这个点啊 这个位置 瞎一点那种亮闪闪的那种 对对对 闪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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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夸张一点 啊 你先别哭小枫好吗 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别哭了小枫真的 我特别见不到女孩哭 女孩一哭 我就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智商都是什么服输的 不是 老大 干嘛 余哥 别想了 咱们再想个办法想不行吗 想什么办法 我想办法你做梦 好 好 这样我先回想办法 你先听听我的想法 你看看我这个方法行不行 如果可以呢 或者还不错呢 好 对对对 怎么样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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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我回来了 你好是记者你回来了 小芳一出去了 对呀大清早就出去了 中途回了一趟 问他去干什么 这孩子也不说 可有主意了 阿姨 嗯 我知道小芳 一直在准备比赛的事 对 我突然最近退出了 真难保险 沈先生 我千万不能想说 你对我们家这么好 对小芳帮助那么多 你就是我的贵人的恩人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再说以前 阿姨 咱们都说好了嘛 以前的这谁也别提了 不提不提 不提 不提 我下面大家包 往下来包你 怎么样 还行吗 满意了 你的意思是 让马勇哥哥当踢身模特 指示拳移之计 等彩排之后 再想办法让安姐来参加决赛对吗 非常正确 难道我们就不能去找一个其他的模特 来当这个提身吗 至少是个点的吧 穿小芳的衣服 不是穿性的 是穿感情 感情的 小芳 是吗 宇哥说你的衣服是要拿感情和情感来穿的 是这样的吗 难道不是吗 小芳在做每一件衣服的时候 她都是用一针一线 用心在做的 为什么之前我们看沈安穿的衣服穿的那么合适 看着那么顺念 是因为小芳在做的时候 是把心装进去了 你想的肯定都是沈安 但我们设想一下 不过她给你量身体做一件衣服 我相信肯定也会洋溢着设计师这种 深情意义啊 再加上 模特儿的困惑深情啊 是不是就配合得特别的 耐死了 懂吗 肯定也跟着不太是国外回来的 说话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啊 嗯 可是 眼看就要比赛了 哪儿还有时间再重新做一件 这我都替你想好了 专门有一个快手材子 质量可能一般 但是绝对快 一个瞬间马上做出来 带着你的设计图和你的模特儿 赶紧去找她 替我来做 到时候把威胁的衣服 我把威胁发给你 谢谢那个 回来 回来 我还还终于久了 一会儿啊 现在采访以后 一定要让采访给她量身 你看看这个 迟到啊 尤其是 凶啊 坚决不行 那你个人设计师啥 不是我设计师的女的 对毛费的美 我一男的 你让我做一胸 我是一男的 什么意思 做个胸怎么了 他又跟他 我做的天使是女的 拜托的女的 你们俩都是我的天使 行了吧 我托不去了 行了吧 看清楚 我倒是威胁你啊 他那地图 真是今天我好开心啊 好 勇哥 谢谢你 嗨 谢什么呀 这都我应该做的 怎么会是应该的呢 你跟我拖心飞骨 又不欠我了 你对我的好就是最大的恩情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 要知人图报 我一定得好好报答你 清风 好 太客气了 真的 如果我爸爸知道 他肯定也会让我这么做的 对不起啊 晓风 我跟我过得做事了 对不起啊 没事 没事 你啊 你啊 谁让你不告诉我一声 就去找陈静的 我去给丁静的母亲去药药 用那个药无非是维持生命体征 证明人还活着 那药怎么吃啊 什么时候吃啊 只有陈静知道了 药方是他配的 我去给丁静的母亲去药药 另外这件事儿 我们一直瞒着丁静 你怎么忘了去找他 他能告诉你 我 我只是担心 丁静的母亲要是死了 他怎么会听话做事呢 人活着 只不过是我们夺了一个 控制他的工具 人死了 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凭他那个本科学历 要做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 他上哪吵去 善哥 您对他有财造之恩哪 行了 得配那陈静从您不见你 是是是 这这这这这个事儿我请问 我确实是有点鲁马 鲁马 阿里啊 你是一蠢再蠢 对对对 一蠢再蠢 那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怎么跟丁静去说呀 没什么 实话实说 好的 鱼翔 现场已经都准备好了 好的 差不多了 你抬的光一定要给我按一下 好 我要突出人物弄 当然 别抬啊 你老大已经有选手到了 是吗 按照选手的排名 把他们带到指定的休息室 千万不要混淆 怎么了老大 我们的海豹呢 不是老大 是不是我们占了人家地方让人家给撤了呀 告诉你啊 不管用任何办法找到海豹给我摆到排练厅门口去 好 走走走走走 站住 好 沈教练你就别叫我了 你赶紧躲着我干嘛呀 以后你走你的杨文堂 我走我的独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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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 从你以后跟我没关系吧 再见 再见 来大家听我说一下啊 接下来是礼服展示环节 大家准备一下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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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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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等一下有幸福吗 那蘇珊小姐 蘇珊小姐 你皮膚這麼好 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保養秘訊呢 當然了 首先呢 我要感謝記者朋友們 來參加這個COSPA的比賽 關注我 我也相信這場比賽 我應該會是最要贏的那個明星吧 請大家還要多多詳細 蘇珊小姐 請問你對這套冠冠有沒有信心 蘇珊小姐 請問你為本次比賽 準備了什麼樣的才藝展示 你看我的比賽你就會知道了 我準備了很精彩的表演 林林一號選手 請到現場 不好意思 我先進去了 蘇珊小姐 你在幹嘛 知道海報是誰撤的嗎 我撤的 我讓他們把你的所有海報全給撤走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這個比賽裡面 沒有任何人可以搞特殊話 誰也不理我 沒搞啊 你搞呢 沒搞啊 我們家在紅州不是有股份嗎 我作為股東 我在我們公司打到你擺幾乎海報也不過分吧 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的衣服 我的 從哪兒買的 找人給我做的 找人給你做的鬼才信呢 二百九十六號選手韓小芳設計的衣服 一模一樣 怎麼會在這兒 這 說 說不出來了吧 告訴你 這身衣服 不管你是怎麼來的 一會兒彩排你穿不了 啊 你穿不了懂嗎 穿什麼都行就是不能穿它 不是 馬上就比賽了 你現在跟我說我不能穿這套衣服 那你怎麼穿什麼 不管你穿什麼 你穿我的西服演個詹姆斯棒 你也不能穿這身衣服懂不懂啊 蘇森不給你開玩笑啊 最後再說一遍 這身衣服 不能穿 我還有事我走了 發給你順勁 好嗎 不能穿的 太八道了 好 沈森 馬上就要開始比賽了 我知道 不穿什麼 衣服 衣服不在這兒嗎 就穿這個 脫下呢 什麼 原來是蘇珊他們偷了我的設計 沒事 沒事 蘇珊偷了 蘇珊偷了 我行了 這 反正就是這身衣服現在被人剽竊了 懂嗎